HELLO 大家好,我是我啦 不知道大家最近喜歡看什麼漫畫 我最近還是重新再追過這套龍珠超 想不到最新的幾集 吳空可以突然變成金 我免得這麼多劇集 如果大家有看龍珠超的話 都會知道金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都作為一個卡鬥士 以我所知,龍珠是有卡遊戲 除了有卡遊戲之外 龍珠都有卡遊戲可以有龍珠專用的機器 所以我前一陣子忍不住了 買了兩盒龍珠卡 我剛才買了這盒,這盒很厲害 這盒是近期最新推出的 這盒的Booster就叫做七龍珠英雄的超戰士集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過百貨公司、玩具反斗城 或者店舖也有機會有這部龍珠的機 另外這盒是七龍珠裡面的魚醬又沒有編的第四彈 但我完全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第一次開龍珠卡,有點興奮 那我先開這盒 因為這盒一定有閃 那我先開這盒第四彈 好,主角在這裡 多數先 2、4、6 一盒20包,很緊張 看到全86種的 究竟有什麼在等我呢 一盒一盒 咦,再陪人,走了 哇,中文字的 算不犯青年期,算不犯 這個是達烈斯,我沒有記錯的名字吧 它是不是算高稀有道的 因為它閃得很漂亮,它是燙金的 它不是算高稀有道的,看看 好,看看左上角 左上角如果是兩星的話 純粹是代表R值 很怕第一包就是最高Ware 哇,很漂亮啊,龍珠的卡 第二包,又是悟飯 孫悟空的G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GT 第三章 這個是黃金菲利 黃金菲利是什麼 CP CP 大得漂亮啊,神經病 其實它的紋是有節省的 好漂亮啊,龍珠的卡 應該都有新彈最新的技能 先坐起它,中文金菲利很漂亮啊 龍珠卡也挺開心的 對啦,第三包 先把悟空GT分出來 究竟是什麼呢? 我開始識分了 它應該是燙金來的 所以應該是2R 對啦,R值而已 第三包,又是悟空 哇,為什麼又是這麼漂亮啊? 這個又是什麼level啊? 又是CP啊? 這個是魔神,什麼人來的 這個魔神我不懂啊 可能因為要看動畫才會認識它 我以為CP只有1張 原來CP只有2張 CP真的很漂亮啊 嘩,保留給它 但我覺得剛才那張的黃金菲利更漂亮啊 好,看到一個好像... 嘩,又有悟空了 嘩,三星的話應該是SR來的 是一張閃卡 但是這位... 我又不認識它 好,不要緊,我們先放在旁邊 龍珠的閃真的閃得很漂亮啊 走啦,走啦 又是悟空 嘩,這張我很喜歡啊 喜歡這隻星星啊 孫悟空的是少年旗 嘩,這個有些印象 波加克變了很新的樣子 對了,有變新的樣子 有些印象的 最高品質應該是UR的 UR應該是四星的 魔人不播歐啊,好可愛啊 什麼呢? 可能大家以為是噠子魔童 其實應該不是啦 這個應該是那時候 悟空一開頭小小的大魔王 噠子大魔王 是嗎? 對啦 比克大魔王 嘩,這位人已經很久沒見了 OK,他是三星來的 SR來的應該是 我忘了當時要封印它 要拿個壺才可以封印它 嘩,這張悟空很漂亮啊 第二張已經是燙金了 下面那張就大了 閃到這樣的啊 是不是UR啊 是不是UR啊 嘩,是UR來的 但是... 我不知道它 好像是這一隻來的 好像是這一隻的UR 閃得很漂亮 珍藏珍藏 收起來收起來 龍珠的卡很漂亮 為什麼暫時開了 全部都好像反派一樣 出來啦 比克大 嘩,七星龍 這是七星龍來的嗎? 真的 當時看GT的七星龍很帥 好,又是Joype怪 登登 這個是達蘭克斯 這張又是CP 嘩,一盒有三張CP 那麼多嗎? 現在這個位置就兇了 做多一張CP 那就適合了 登登 雖然不犯的燒電期 就好 好 不犯的清電期 這個也是SR的 好,還有四包 好緊張啊 開龍珠卡 嘩 嘩 這個是最帥仔 最帥的形態 我現在都覺得它這個狀態真的好帥 可惜的是R字 還有什麼呢? 嘩 這隻是二星龍 這三星龍真的有這樣的樣子嗎? 還是我記錯了以前? 萊姆 嘩 這個是布羅利 我沒看錯嗎? 這個是UR 這張漂亮的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算好 這個是布羅利的超級實驗 4的形態 嘩,這張漂亮的 瘋了 前時給大家看清楚這張布羅利 好漂亮 突然好像有卡套 然後先進去 把最後一包 嘩 XR來的 嘩 三星龍 這張布羅利 左上角還有一個頂之戰士 很特別 這張卡 好漂亮 這張我一定會好好收藏 剛才上了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看到好像有個印花活動 你會看到包裝後面 就有一個龍珠的icon 七龍珠的icon 如果顯示七龍珠一星的話 就代表一分 如果是三星龍珠的話 就代表三分 但我這樣看 我全部都是一星龍珠 這裡有20包 總共是20分 到時收藏足夠的印花 可以由它進去碎畫 就換回一個特別的卡 現在就開第二盒 七龍珠英雄的超戰士集結 嘩 好想開完之後 馬上去找這部機去玩一下 好了 這盒跟剛才的盒有什麼不同呢 看看看看 包裝已經寫全款閃亮光澤 卡片共30種 每包必含隨機3個 而且每包必含特殊閃的一張 嘩 不太貪心 希望中到這個豪華湯金 第一包 開始 然後這一包 最後又講回七龍珠英雄遊戲的玩法指南 然後會教你如何把這些卡 插入那部機器裡玩 先來第一張 不太貪心 嘩 戒王神也有 第三張 人造人的21號 我經常都覺得人造人的21號 這張是超漂亮的 好 這張應該是SR的品質 嘩 不是喔 是P的品質 P的品質的卡 剛剛上網看了 原來是一個活動推廣卡 或者是一些特別產品才有機會開到的卡 嘩 這張好漂亮 你會看到剛才那些白卡也有閃面的 也有亮面的 好 最主要看第三張 這張好像又是達蘭克斯的未來版本 沒看錯嗎 這張是閃得很漂亮的 又是 這個是SR品質以上的 這張又是玻璃閃 又是湯金 嘩 這張又是很漂亮的 最主要看最後一張 嘩 悟空 這個悟空很漂亮 又是玻璃閃 又是湯金 很厲害 後面寫上 這個就是悟空的極異形態 所以你會看到它應該是白色頭髮 完全就是封面這一張 那我算不算中了大獎 是不是那張什麼呢 黃金大元也有 對 是悟空來的 懂的就介紹 不懂的就不介紹 登登 嘩 循覆了 對 第二張了 登登 這個是誰 這個好熟口臉死了 這個是不知道哪一個的超級殺眼衣 是不是合了體 好 吳飯青年期 登登 喂 兩張了 吳空 剛才那張有燙金 這張是沒有燙金的 即是剛才那張的機幼度是比較高的 嘩 剛才那張人造人的21號記 有燙金版本 漂亮很多 有燙金 加油王神 嘩 又是燙金的 黃金大元 吳空老時常出現 這個是格連 沒有記錯名 這個應該是格連 這個也是有燙金 還有玻璃閃的格連 格連也有 嘩 時之格王神 好 第一次見他 好 人造人17號 下面又是格連 黑悟空 黑悟空 我很喜歡 好帥 嘩 口味完 馬上出一張悟空出來 最後五包 看看會有什麼 好 又是悟空 有燙金的悟空 剛才出現了 沒有燙金碼糊在這裡 有燙金碼糊在這裡 嘩 這個我不知道如何稱呼它好 但是這個是燙金的 收藏 收藏 最後三包 還有一些超級大佬 是未出現的 好 剛才那張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超級殺行三 最後兩包 嘩 時之格王神也有燙金的版本 最後一包 到底是什麼呢 請留心看著 是 是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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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離不開這張第四彈開到的那張布羅里 這張布羅里真是太美了 超型,這張布羅里真是超美 難得我都開了這麼多龍珠卡 但是下次有機會就拍一條影片 就拿著龍珠卡去玩那些機玩 不知道體驗是怎樣的呢? 有點期待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龍珠卡的任何資訊的話 也可以看影片下面簡介 下面加上官方的頻道和Facebook的頻道 讓大家留意更多關於卡遊戲的任何資訊 官方的頻道亦會有遊戲的相關教學和原創動漫可以看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或者如果有朋友對這款遊戲很熟悉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可能比較少這款卡遊戲是怎樣玩的 這集都拍到這麼多了,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記得按LIKE 最重要記得訂閱我,以及今次記得訂閱官方的Facebook page 以及官方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乖,拜拜! 掰掰! 拜拜